好的 开始挑选下一位挑战者吧 你笑起来声响吧 哎 凉皮嘞 以前凉皮有西安有 要吃凉皮你得走西口 现在凉皮这么家乡有 只需走成在家门口 大钞票你们都是理由 得意乃口来乃口 该出手时就出手 不要站这儿广固丑 扔两千碗你再走吧 哎 凉皮嘞 大家好 我来自黑龙江 我是赵一坤 卖凉皮的小贩 那句话在你身上 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好胳膊好腿 不如一张好嘴 为了招揽顾客 自己需要想一些办法 于是我就用这种方式 去跟大家做一个互动 有的顾客说 哎 你这凉皮今天做的 有点宽 有点厚啊 嗯 那我就说你多傻 我这是对你好 因为我为人宽厚 所以带你不薄 这凉皮得多厚多宽啊 真是 那顾客的口味不一样 他会有提要求 他说你能够给我 多放点辣椒 少放点蒜 我就会说多放辣椒 少放蒜 都是你饮食的习惯 小摊不是大老板 你想早饭就早饭 哇 你都很快乐 你就每天乐着 跟他们一起做生意 就你笑起来真好看 大家对你的评价吗 也不完全是 我这个是因为 我生命中另外一个重要的人 他笑起来真的很好看 那就是我的儿子 我的儿子呢 他是一个重度的自闭症 他呢 这么十多年 十七岁了 没有说过一句话 也没有叫过一声 爸爸妈妈 自闭症的那种孩子是 不会对外界做出什么反应 有一天就是 这个电视剧里 播这《乡村爱情》的时候 我的儿子就突然间就笑了 所以我作为一个父亲呢 我为了跟他 有一个正常的父子 之间的一个交流 我就去积极地去模仿 那个《乡村爱情》当中的人物 然后我不停地 给自己心理暗示 我一定要快乐 我一定要给我的孩子 带来快乐 但实际上 现实的情况是很残酷的 他现在十七岁了 说句实话 他的生活是不能自理的 有一天我 骑着三十几岁回家的时候 我就在马路边看到了一个 七十多岁的老太太 他腿上枕了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 我就想到了若干年后的我老婆 脑海中就闪过了几句话 我希望有一条小路 能通往自闭儿子的内心深处 我希望有一种神奇的药物 把我爱人的青春永远留住 你看 负这个字 像屋檐 下面又像支角 像支撑 所以就是一个家里面的一个梁 可能不管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 没有办法身上的这个担子和责任 在这个地方 我们 我真的发自内心的 我特别理解你 而且很感动于你今天 跟我们分享的这个故事 作为父亲 我站在这个舞台上 我也想成为我儿子的一个榜样 人的心啊 永远有温度 希望今天你来到这个舞台上面 能够不负所幸 也希望今天你出现在这个电视画面里的时候 你的孩子在他的脸上 也有一个表情闪过 也许那就是属于你曾经所看到的 那一个笑容 好吗 来 为你揭开接下来的关键词 我觉得第一个那个两个杠 我感觉有点破折号的意思 那破折号前面也没有文字 后面也没有文字 它显得比较神秘 我就选第一个 好 请揭晓 好 来 有请 好哥好 明杰好 大家好 请告诉一下我们 应该怎么念你今天的关键词 其实这两杠呢 就是大家都学过 加减乘除的减 所以是减减的意思 因为我觉得上一次来 我是以一个比较着急 比较焦虑的心态 那我觉得我人生前二十几年 也确实一直在做加法 但我听过一句话 他说如果你的人生一直做加法 你可能可以收获一些知识 但只有学会事实地做减法 你才可以真的沉淀一下 一些人生的智慧 所以我觉得这半年我沉淀了 所以我减减地来了 哎呦 你成熟得太快了 一般像我们这种年过半百的 才不有这种心态 像我之前就特别爱报班 爱学习 欧阳修说马上 枕上 侧上 说的就是我 我就是属于在车上我得看书 上厕所我得背单词 晚上睡前我还得听新闻什么的 但感觉学了很多东西 反而只收获了一份 特别焦虑的心态 总是觉得把时间花在学习上面 我就渴望自己有所回报 其实我觉得学习本身是个乐趣 对啊 所以我就一直没有觉悟到这一点 直到我通过一种方式 现场每个人都会 跑步 我现在大约一天能跑个六公里左右 其实也是效仿因为我特别喜欢的作家 叫崔上春树 他说其实如果人类在长跑当中 一定要有什么东西要战胜的话 那其实就是过去的你自己 而且另外一点就是跑步的时候吧 人体会分泌一些多巴胺和内肺态 会让你很快乐 所以这种快乐不仅修炼了我的心性 也让我这个原来着急的个性 慢慢地变得有些淡然吧 希望每一个人呢 能在你们自己所喜欢的运动当中 找到属于你们的快乐 我还真的撞上了名人堂 此情此景 我想严实一首 严 严 严 虽然你来自名人堂 面对强敌我不慌 欲强则强 以刚克刚 今天不是你活活 就是我良良 哇 结果觉得赵爸爸真的 不用你良良我良良 就只要您在这个舞台上 战胜了我 对 您就达到了您的目标了 来吧 请准备 那里开始 如果被甲鱼咬住了手 应该怎么办 如果被甲鱼咬住手 一定不要硬拉 一起放到水里头 甲鱼就会自动地松开 和粉红小猪游泳 是哪个岛屿国家的旅游项目啊 哇 这个岛屿很浪漫 还有一片粉红的海滩 是巴哈马 海鱼比河鱼更卫生的原因 是寄生虫无法适应什么 海鱼因为它生活得比较深 那么当上岸以后 海鱼应该是适应不了 岸上的那个渗头牙 啊 矿泉水与自来水 哪个折光率更高 折光率嘛 那说明水里的矿物质要更多一些 所以应该是矿泉水 童谣 千里草和青青 时日补不得生 讲的是哪位历史人物啊 从字面上看千里草应该是 三公眼一直动作 答对 神交侠侣中李莫愁独创的 三无三不守 分别是无孔不入 无所不知 和哪一招 这李莫愁失恋之后创这一招 哪里柔软打哪里 所以是无所不为 接下来是特大循贝超脑题 请听题 北极熊抓鱼是不是吃了一块冰 请问这块冰是什么味道的 冰都应该是雨水冻结的 那么一定是淡的 旁天元可以在太空进行 哪种运动项目 太空是一个失众的环境 所以雅铃肯定不太行 所以我想是拉堂皇拉力气 中国国土面积最大的地级市 是哪个市 我觉得应该是北京市 三沙市 是啊 所占的这个国土面积是最大的 接下来你还有机会 答题继续 太平洋的面积 约占地球海洋表面的百分之多少 50 对 1分之1左右 1977年 人类发射的太空镀晶唱片当中 收录了哪一首中国乐曲 77年的应该是美国那个旅行者号 他收录了一首高山流水的流水片 一诗独成千古恨 再回头是晚年人的典故 原自哪位历史人物 是他人笑我太疯癫的唐银唐伯虎 电影《美丽人生》中 父亲为孩子编造了一个怎样的谎言 是表达一个父爱的 是我们在做游戏 最后父亲被带走的时候 他还在跟孩子表演 这电影太好看了 电影《海洋天堂》中 父亲扮演成了哪种动物 陪孩子一起游泳 这电影我还真看过 看这个电影的时候 是跟我爸爸一起看的 这个电影的情节 我觉得跟今天 咱们赵大哥的故事也很像 是一个父亲 为了他自闭症的孩子 然后呢因为他觉得他的孩子 我觉得 我觉得他应该是故意在让着我 肯定知道这个电影 所表达的东西 最后大夫跟海龟一起 在海洋中拥有 就像是那个父亲 在永远地陪伴着这个孩子 我要谢谢 谢谢这美女 赵爸爸用他的陪伴 用他的欢乐 给自己的孩子 一个一生的成人礼 所以其实我很敬佩他 他也让我想起了我自己的父亲 其实我刚刚说 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也是跟我的爸爸 那时候我刚上大学 刚刚离开家乡 结果现在我自己在外头 就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真的明白陪伴的奢侈 谢谢大家 谢谢 欢迎送吕翔 祝贺 赵玉坤 继续冲击往前